中信兄弟队昨天晚间做客台南棒球场 跟统一式交手现场涌进5500名观众 也是台南球场本季首度满场票房 二局上半兄弟许晋红仰春炮取得1比0领先 三局上半许晋红再次敲出左外野一壘安打 把队友送为本壘 队友江坤宇也补上带有两分打点安打 直到统一式苏智杰飞扑接杀 结束兄弟猛烈攻击 比速4比0兄弟暂时领先 五局下半统一式晋约线敲出滚地球 终于突破鸭蛋追回1分 但兄弟投手德宝拉压制统一式打线 最后兄弟在台南球场以6比1击败统一式扣关上半季冠军 这是兄弟对时 喊兄弟像拾起的第16座季冠军 封网战最大工程投手德宝拉九局碗头胜 也荣获MVP 这也是中信兄弟总教练邱昌龙领军第一个半季 就拿下了指教生涯首座季冠军 他赛后表示感谢邱云跟教练团支持 代理队长周思琦也很满意学弟们的场上表现 一开始落后的时候其实因为毕竟我很菜嘛 所以这些球员真的很努力 想要帮助我这个总教练 所以我要谢谢这些球员跟这些教练团 谢谢 这群军军的表现非常棒 超棒的 球员表示机关军到手后任务还没结束 目标是要夺下年度总冠军 原则新闻胡顺布拉瑞亚台南市采访报导